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大的钢啊 孩子 这不是钢 这是顶 是一种青铜器 古时候人们还把文字注刻在青铜器上 把字注刻在青铜器上可真不容易啊 所以人们又开始在竹简和步驳上书写文字了 这个 那 这是步驳 那是竹简 竹简 这也太重了吧 后来人们有了重大发明 是文字记录又轻便又容易 你们猜猜是什么 我知道 我知道 是纸 是纸 你们回答得太对了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图书馆看看吧 纸的发明是人类记录文字的一个里程碑 人们把文字记录在纸上做成了书 还建立了图书馆 哇 这就是图书馆啊 好棒哦 有很多很多纸做的书啊 在图书馆里 一本本图书被分门别类 整齐的码放在书架上 图书用文字的形式记载了人类的活动 图书馆收藏图书 以便人们阅读和使用 是小朋友们学习知识的好地方 哦 嗯 馆长爷爷在哪儿呢 我还有问题要问呢 哎 爷爷 文字还会记录在哪里呢 来 一起去看看吧 嗯 嘿嘿 和我家的一样啊 大家看 这就是光盘 光盘 我也有很多光盘 孩子们 你们可不要小看这张光盘呀 这一张小小的光盘 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呀 好厉害呀 好厉害呀 还有呢 电脑也能像光盘一样 我组好多好多的文字很兴趣 哇 记录文字的方法越丰富 我们也越来越方便 还有比电脑更方便的 就是我们的大脑呀